为在复兴北路大楼内下午有场外汇投资讲座 我们循着民众提供的讯息 来到八楼 小小空间内坐满约50名听众 台上讲师自称顾问 一旁还坐个自称领导的男子 高兴聘请到我们的公司旗下了 是21岁 是天才外汇的一个领先的超盘手 公司的年收入是3000万美金 这公司的金人年收入如何达到 讲师以简体字泡泡影介绍投资规则 我们是收到金融监管局和银行作为保护储 更大获利或者提前就这么简单 就是个人投资1500美金 交易100组至少有60组的盈钱 交易10单我们有5单盈利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达到35%到100的盈利 讲座一结束 我们前往索取名片招聚 对方说当场登记资料就可以入汇投资 但真的有如此高获利的赚钱机会吗 高报酬高获利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成立 实际上不可能发生 而只是用后金补钱金这种方式来做填补而已 那没有真的拿去做投资 而且这一类 例如说他以吸纳不特定的人的钱 其实也都构成违反我们的银行法 或者是违反我们的证券交易法 对此财经专家也指出 合法外汇有一定申请程序 我们询问刑事局警方 目前没有货报 有人报案也提醒民众 掏钱投资钱 可得想清楚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